来到台南新营 想找路边停车位 却发现这奇特景象 好几台车停的位置 都不到车格的一半 停得很边边 完美避开车格的正中间 这一个黄色圆圈 不会把车格给停满 这样的默契 不少民众猜测 难道车主是想省停车费吗 他会不会以为 那个是感应收费的 对 所以他才会散到两个月 应该是变位吧 市政府争的 你不知道那是什么用途 没问题的 我觉得应该是民众对资讯落差 大家可能以为 这个是自动收费系统 原来车主疑似是想避开 地上的感应收费设备 节省停车费 画面曝光也被网友讽刺 这是有钱买车 没钱缴停车费吗 但也有人认为 是隔线划设的问题 如果正常停车 距离车道太近 很容易被撞 询问市府才知道 地磁不是收费用 那我们的地磁呢 也是配合我们的隔位划设呢 买设在隔位相对 比较中间的地方 功能呢主要是侦测说 它的格子 我们目前有可能 特别在使用当中 那事实上是跟我们的收费 没有直接的观点 只要打开台南好听的APP 就能知道停车位的使用状况 若车主避开地磁 只会造成系统误判 以为车格是空的 至于能不能规避停车费 还是会有人工开单 三令新闻王少宇 慧珊台南报道